文学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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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主要 介绍 由文学界到文学台湾 最近 差不多35年的时间 一个历史的缩影 所以我才有 分四部份,第一部份就是 文学界 名称的影响 第一部份是文学界的光源 第二部份是文学界的年表 第三部份是文学台湾的光源 第二部份是文学台湾的年表 第二部份是文学台湾的年表 第二部份是文学界的第一集 第一集是季刊 在1980年一月 創刊 堂面是 高雄真有名的和洪根森老师的堂 很有名 城堂面是 創刊的 來賓的 欺負 欺負 這段是 裡面有 有 葉石堂老师 陈規海遺書 有陳若曦 那時候剛才回來 剛才回來 來拜風 文學界 文學界裡面 都有介紹 每一集介紹一個詩人 後期就在介紹一個中文 秀書家 第一集是剛才介紹到我 那時候葉石堂老师 他有提出台灣小說的圓景 意思是說 台灣的文學 雖然是用中文書 但是跟中國的文學 沒什麼小事 他有自己的特性 那時候不可以說有什麼 自主性 所以用台灣小說圓景來講 這樣 現在這個 頂館 藤秋冰那頂是 藤有 台青文 修書家 葉石堂老師 丁丁 他家這頂就是 田青文老師 來 都有介紹 到天氣教授 到天氣教授 藤秋冰這頂是 藤秋冰是 林瑞銘老師 林氏銘氛 中那頂是 弱林正葬 東京台海的教授 才關心台灣的 政治和文化 文學 為東華時代 就在支持台灣 最上面 這頂也是 都有總勞 這是 韓葉三部曲 研討會 之後 在我家前 那頂是 所以 這頂是 李玖老師 跟他剛才說的 林瑞銘老師 全部年輕的時候 那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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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 錄錄錄錄 有介紹 鍾鐵銘老師 特倫菲 李奎賢 西葉作品的 interview 那頂是 那頂開始在 台湾文藤書 大綱 台湾學史綱 慢慢地 陸陸續續地發表 有介紹 這個 白秋 白秋很優秀的西野 東安排 開始為大門的 算來文學界 連載的 浪桃莎 浪桃莎 大家都知道 藏篇小說 這頂也 我討論 李昂的小說 李昂的小說 徐達蘭的 算文 詩 和杜國青的詩 頂頂 有討論過 陳肉詩的小說 那時候他剛才在廟下 中國 政策的 一個 獨裁的 政管的 秀選 吳謝長 丁丁 廟下 在討論 吳淳發 吳淳發 夏年時代 的 鄉 周梅春 秀蘇 和田雅各 田雅各 秀蘇 連住民 剛才你說 李昂中 少年時代的 鄉 這張 這張 和田雅各 和田雅各